有关飞艇是民用性质 是因为意外误入美国领空 完全是不可抗力造成的 美方不顾中方的反复说明和沟通 过度反应 滥用武力 是不负责任的 美方称这个气球是所谓机群的一部分 这个我不了解 我想这可能是美方对中国进行信息舆论战的一部分 谁是世界上最大的间谍监听监测国家 国际社会看得很清楚 你提到日本 我想中方已经反复说明了有关情况 日方应当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 而不是追随美国进行炒作